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曼彤是什么呢 这是泰国当地的一种黑魔法 当地人相信他可以开运 他能够发费发财 其实不止泰国 中国的毛山派也有所谓的养小鬼的说法 急促的铃声搭配嘴中念念有词 简单的倒坛 放了各式槟榔 香烟 米酒作为祭品 以及五支卸着鬼王名字的符咒 法师施展的正是台湾少见的控灵术 借阴兵就要看我们借来做什么功能 那大部分都是求财 这一张就是要调请五鬼阴兵来吹财 算是一个发兵的命令 杀福 念咒 招请过魂野鬼来听后拆遣 这是最古老的毛山树之一 为求林彦招集英兵的地点 就选在台南的南山公墓 从明代以来它就是一个乱葬岗 所以在这边来做招请引鬼的动作 是最适合的 这里是汉人来团发展最早 占定最大的墓地 超过一百公顷 多达上万座的坟墓 虽然是大白天 但是荒烟漫草 以及颓皮老旧的墓碑 气氛是说不出的诡异 准备这个金银子来当作见面礼 请他们来接受这个任务 比如说他老公有小三 有外力介入 希望说他们赶快分开 这叫五鬼充开吧 所以一样是招请五鬼 但是要看他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他可以帮人 当然也可以害人 分场本该是生人物尽 但却有人偏要寻求 茅山树当中的音法 真的有这么灵吗 正常上班族 一个月零个两三万 你要突然两个月 生出一百万不容易 那他最后求到了 月亮 月亮 阴山贵心 大山边 通天高宅再大前 我给茅山祖苏天 天灵三书三同住 天灵三书三同农 调查南山黑阿庄 请高高兴红知灵 也许是厚康道朽宝 又有信徒请求阿飘帮忙 协助投资的生意顺利形容 这样就是有杯了 所以这样就是五位都来了 对 或许真的是巧合 只处醒飞的同时 冷风四起 吹得桌上符咒 霹雳作响 就像是在催促赶紧献上 桌上的金银财宝 你多人不怪 鬼也是人变的 办事前先送上见面礼 待大事办成 之后再来重重答谢 茅山树中的这种请兵法 能实现一次性的愿望 有的野心大一点的 干脆请阿飘回家 的确是有养鬼术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各国的宗教里面 都有所谓的控灵术 养鬼术 养鬼最传统 最原始 最直接 就是我直接把尸体拿来拜 那没有办法拿整具的情况下 有的他就会取代用一颗头 或是用一个小指的骨头 他去盗墓 挖一小块小指骨 没有人会发现 他就把它放在这个五个小棺材里面 电影中盗墓养尸的情节 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 据说有许多的特殊行业 就是靠着阿飘生意特别兴隆 早期的时候很多人在养 早期的时候 新生的时候 到了香港买一只小鬼 大概就台币五六千块就买得到 比如说喜欢赌博赢钱的 另外一个有的卖给算命的 那他用通灵 他叫小鬼耳抱法 他会刻意用桃花木 把它养在桃木里面 然后他算命的时候会听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有个八大行业 他利用这个 比如说八大行业 这个女人喜欢这个懒的 那希望他常常来 他就会用小鬼去招这个财 他会喂鞋 滴自己的鞋给他喝 这是在他纪念的过程当中 为了跟他产生连结 同时也是一种缔结 我的鞋在你的鞋 你的鞋是我的鞋 看起来极为阴鞋的法术 为何如此受到特殊行业的喜爱 有一说是因为这一类的阿飘 还是婴孩 带有法力 但是个性较为纯洁 所以比较好使唤 只要许愿 几乎世事都能美梦成真 但是使用不当 而发生汗湿的情况 也石油血纹 基本上刚开始养很好用 养到一半 小孩也会随着在人间的时间 变成他的铃在长大 那长到了十五六岁 十七八岁 这一段开始会有叛逆性 有一个在台湾很有名 就是通灵算命的 到最后很惨 那个小鬼就反思他 他就跑到原山前面的 那个桥梁下面 然后往下跳 我问那个宪兵说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 他什么状态 他说他已经在 一个人在对话 讲了一个多通 然后又蹦跳下去 那个就是跟小鬼托通不良 对于一般命理师来说 养鬼不如功神 至少神明不会害人 但民间 深信仰阿飘能助人的 还是大有人在 信心这品养得多 是给养用的 请来保佑 把他新的品材上市能够顺利 信徒嘴中难难有词 虔诚的许哲苑 只是这里的神坛 长得不太一样 不仅摆满了玩具 还有小孩最爱喝的饮料 作为共评 当初是信基督教 但是因为就是 那时候创业的过程中 很不顺遂 然后一度身上就只剩下 五十块钱 那后来因为急疯了 就是我也去拜师念佛什么的 那时候就有耳闻 就是说如果还是佛牌里面 是力量最大的 然后也是最有效果的 韩老板手里拿的 仔细瞧是一个尚未成人型的小孩 被封印在佛牌里的模样 泰国人称之为Luko 意思是婴儿 也是力量强大的归载 对 我把他取名叫小猩猩 对 因为为什么叫猩猩 猩猩四成 韩老板从事披萨皮的批发工作 创业时只有六个客户 供佛牌的这两年间 客户量只充到200多个 难道真的是有阿飘从中帮忙吗 我们都会请他喝养热多 然后你看喔 现在这个很神奇的 这个就是一般民间都会说 养热多会...他会越喝越高 然后我们亲自都有看过这个状况 就是说他会喜欢喝多多 对 那这个多多现在是 刚刚插去的时候是平的 他会慢慢往上 那我曾经也想过就是 是不是什么科学的那个 除非你去挤他 不挤他的话 他不会上身的 除非他有在吸 对 他才会上身 韩老板的神坛 除了泰国小鬼也有女鬼 求财 求人员 求贵人 甚至还成功求来了 现在一起打拼事业的未婚妻 那时候是我们两个在房间里而已 然后确实就是很安静 确定就是不会有人 然后突然间就是听到 有一个女生在唱歌 然后想奇怪 怎么会有这个声音 而且那个声音是那种很 微微轻轻的声音 我自己觉得有耶 因为有时候 就是我对那个会有点比较敏感 所以有时候像我可能拿它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晕晕的感觉 泰国归在的历史悠久 一般的民间说法是夭折的婴孩 在经过法师做法之后 就能当作护身符 有点像LINE的讯息 会叮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那我可能突然觉得说 今天路线我不想走 我可能临时转弯走西路线 常常就是什么高速公路 挤高挤高连环 汽车连撞那种的 回来那个看到新闻 就是鸡皮给它跑起来 那我们觉得其实就是 也谢谢他帮我们闪过这个结 因为当初师傅加持开光念咒 赐予他法术 但他帮助人世间的人 也就是他的主人 那主人在做功德回向给他 算是一个互相帮忙的一个原则 泰国人认为 早要的婴孩无法投胎 所以养小鬼就好像任养孤儿 只是形式各有不同 有的是骨骸 有的是骨灰 而有的甚至是湿油 那湿油它等于是把鬼仔浓缩 因为那个油就代表一个人 它不是每一滴都可以体验 它是少部分的 有一些师傅是取自于下巴 有一些是取自于肚子这边 那它大概的cc数就只会有这样子 可能就是20cc左右的一个量 那在泰国来说这张湿油 他们会随身攜带 为什么 因为它会有一个强烈的求财的效果 除了随身攜带的湿油 当中又以保留完整身躯的鬼仔 发力最为高强 只是尚未发展完整的头型 以及细长的手臂大腿 现实的让人触目惊心 泰国人养鬼仔 是为了收留孤苦的阴魂 还愿 捐款 是为了帮助他早日投胎 本该是诸人的一桩美式 但在有心人士的操弄之下 成了骇人工具 就曾经有小偷看中鬼仔 勿以稀为贵的特性 想要偷窃变现 但是下场却是极为凄惨 就是假借上香 说要拜拜 然后就在佛堂的时候 他就偷偷的把鬼仔就偷走了 但因为我没有看到 我一直到隔天才发现 然后我就去报警 很快的在两天之后就破案了 就找到他了 过了几个月之后 我就收到法院的传票公文 就是说对方不起诉处分 我就非常的意外 为什么公诉罪 他偷了东西会不起诉 再往后看 对方已死亡 经过我们的实底下了解 对方就是突然暴毙在家死亡 而且是非常年轻的人 大概才三十十多岁而已 暴毙身亡的原因 是否为鬼仔的报复 答案不为人知 但也许是网路盛行 把泰国鬼灾写的是天花乱坠 更有人把养阿飘当作是乐趣 像我们前阵子 在网路上面就有流传一组 在台北的万英公庙前面 被弃制了一整排的灵筒 各式大大小小 什么颜色都有 看起来很恐怖很诡异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就像在弃养动物一样 很奇怪很诡异的画面 可是这个就是的确存在 我们社会上面的问题 请神容易送神难 当然请阿飘也是一样 唯有心存善念 才不至于顺人害己 请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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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难得 您